嗨大家好 我是曼妮 教高笋 他在我们合作设架上 之前都乏人问津 但是最近开始很多人也在买这一包 所以我用我们的阿里山教高笋 来做了两道料理 他是在海拔1700公尺的阿里山上 我曾经骑公路车上去过奋起湖 我有看过这一个他的工厂在哪里 在那个地方啊 他其实还蛮冷的 所以山区的笋子啊 他很肥美鲜脆 就是因为他的气候的关系 一包拆开来 大概会有像画面上看到这样四条 所以可以把它拿来做两道料理 切的比较大块是我要拿来炖的 那今天还会用炒的 我就会再稍微把它切小块一点 然后会把比较嫩的地方挑出来 对就是你不同的料理 你试用的部位就不一样 因为这个阿里山教高笋 它采售后就杀青 也没有做任何调味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试试看它的味道哦 这是台湾牛牛肉丝 我用盐曲先抓腌过 我都会先稍微把它搅拌混合好 因为有时候盐曲你可能发现 它会有上下层有一点比较状态分离 就稍微把它搅拌一下就可以了 柳松菇 菇类可以冷冻 但是前提就是假设你要做新鲜的料理的时候 可能口感还是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这是我把比较嫩的部位的较高笋调出来 因为我等一下要来跟牛肉丝一起炒 然后这边看到有蒜头 葱跟一条小辣椒 葱我有分葱段 有把它切成葱青葱白的部分 然后还有葱绿的部分 先起锅 然后把所谓的辛香料先放下去 然后再把切好的甜椒 然后小黄瓜 还有冷冻拿出来切的柳松菇 然后再倒进去浇高水 稍微翻炒一下它 在我们做蔬菜炒菜料理的时候 你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 你觉得好像太干了 这时候有两种处理方式 一个是你可以加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补水 所以像我在做这道料理的时候 我就把刚才较高水倒出来 里面的那个它杀青的菌水 把它一起加进去 加一点点水 然后让它稍微煮一下 让它笋子的味道可以出来 然后我再把牛肉丝放进来 在炒肉的时候 我避免一直去冻它 先让它这一面 借由锅子的热去让它 有点熟了之后你再翻 再去翻炒 这里我加上的是黑胡椒 现磨黑胡椒 再让它的调味去混合 是这样很简单的一道菜就好了 较高水其实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用这样做的方式 如果今天你是素食者 你就可以把肉丝这个部分去掉就可以了 然后煮完之后我就把它分成一盒一盒的保鲜盒 那这样就可以拿出来当你的便当菜 夏天很适合哦 那接下来还有下一道料理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